爱的路很漫长 曲折的前方 是温暖的希望 我怀抱着期待 忘记了慌张 学会了坚强 只要我心中的太阳 还有这最初的光亮 我懂了 爱就在身旁 我懂了 幸福是彼此奢望 我懂了 等待是一种美丽的倔强 原来承诺离不开时光 愿人生求回我 用真心开启那扇窗 永远不要伪装 从容向前方 我懂了 爱就在身旁 我懂了 幸福是彼此奢望 我懂了 等待是一种美丽的倔强 终于看起了 归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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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美了 咱们要是能住这该多好啊 欢迎光临新机农庄啊 李老板 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 环境优雅满眼的绿色 您怎么想起 会在这儿做有机农庄呢 这个说起来也是个机缘啊 我的父辈在四川老家 也是雾农的 我一直想担一个现代的农民 这些年我攒了一笔钱 正好有朋友跟我介绍了这块土地 这前面原来是一片 没人居住的农舍 幸好 这里有自然的生态 干净的水源 和没有受到乌远的土壤 非常适合做有机农场 是啊 现在的人们已经知道了 滥用农药化肥的不良后果 所以推广有机种植 正是好时候 所以我希望你们加入啊 可是李老板 我们对种菜完全就是外行啊 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特长 帮忙做宣传吧 清新农庄到现在 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广告 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嘛 这倒是个好办法 来 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 好 走 这几个大棚里面呢 都是我们种植的十令有机蔬菜 前面是草莓 再后面有一片葡萄 好 这里啊 是我们的展示大厅 里面有厨房和员工餐厅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员工宿舍 这么大的展示厅啊 邦姐 我们展示间可以做那个主题餐厅 对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客人能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用餐 那简直就是享受啊 你想想 客人们把自己亲手采摘的有机蔬菜 做成美丽佳肴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 香草入菜的主题餐厅 客人们吃的都是有机蔬菜 不光是蔬菜 还有我们养的鸡鸭猪羊 他们都有自己 专属的草地和空间 我们呢也不会去跟他们 喂那些瘦肉筋啊 催生素什么的 李老板 你这简直就是 地地道道的养生馆的雏形嘛 李老板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开餐厅吗 当然可以了 不过你们可要考虑好了 这里毕竟是郊外 我怕如果一旦 没有客户上门的话 你们将来投资怎么收回啊 李老板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在来之前 已经考虑过了 但是我跟您说实话 今天我到了这儿 真的很喜欢这片地方 有句老话说得好 酒香不怕巷子生 现在的人 为了家人啊 朋友啊 搞个聚会餐什么的 我觉得这点本钱 还是可以下的 是啊是啊 我们在杂志社上 也登过一些那些 特色主题餐厅 其实都不在地点 而是在卖点 现在有车子的家庭也很多 驱车出来吃一顿主题餐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原来你们都已经想好了呀 那好 那我就决定跟你们合作 并且餐厅的前期投入 你们都不用管了 都由我这边来出 我们只要定好封城方案就可以了 这是真的吗 李老板 您这也太大方了吧 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好 我是看中你们的才华和能力呀 你看 都是些能干的人嘛 谢谢李老板 对了 那这地方 有房子能住人吗 对呀 我是担心 这里离城区比较远 每天往返会太麻烦 有有有啊 这些我都跟你们考虑好了 太好了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 那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过两天就搬过来 嗯 汪姐 这餐厅的名字想好了没有啊 想好了 就叫香草餐厅 香草餐厅 太好了 我已经照你的意思跟他们说了 他们过两天就搬过来 我想留在这里 你想留在这儿 想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 那也得看别人要不要你啊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我不想和豆豆分开 你又不听话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听话 当心外婆打你屁屁 我就不回去 怎么跟外婆说话呢 回不回去 我就不回去 回不回 不会 再说一遍 我就不回去 那我可真打你了啊 我就不回去 你这孩子 我我我 不打你屁屁不行 是不是 我就不回去 怎么回事 我不回去 不听话的孩子就得打 你知道吗 我就不回去吗 你要起死我呀你 怎么了 妈妈 妈妈 奶奶砸小致 彭婶 小致怎么了 唉 我要带她回老家 她不肯 非要留在这儿 彭婶 你跟小致都不用回去了 我们刚找到了一家餐厅 不但可以给我们经营 还有地方给我们住 你跟小致都可以搬过去的 这不是天下掉馅饼吗 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不会是骗你们的吧 不会的啊 碰婶 就上次来咱们店里 那个李先生的浓妆 我们的有机蔬菜 都是她提供的 嗯 真的吗 嗯 哎呦 那可太好了 小致 不要不高兴了 你跟外婆 都不用回老家了 啊 你们两个可以留下来 一起玩了 哦耶 耶耶耶 哦耶 耶耶耶 耶耶 耶耶 欢迎欢迎啊 欢迎你们各位到 青青骨灯庄来啊 谢谢 谢谢 老有点远吧 还好 你看那边有好大的水缸啊 你们别乱跑 小心点 先带你们去看看 你们住的地方好吗 好 好啊 走 走 走万姐 好漂亮好漂亮 这边还有小鱼 小鱼 还有小鱼 还有小鱼 好嘛 可以钓钓鱼 说不定底下 你们以后就住在这儿啊 啊 我们就住这儿啊 哎呦 这儿可太高级了 太好了呀 这是 过去我跟我老婆住的地方 后来她去世以后 我就再也没进去过 那房子一直空着了 这是对不起李先生 让你想起这些往事 以前的事情 就已经过去了吧 这不 你们来了多好 那您和您妻子 一定很恩爱吧 一会儿你们进去看看 看里边还缺些什么东西 你马上跟我说 我再跟你想办法 谢谢您 我先走 谢谢 哎呀 这李先生语言还真好啊 汪姐 那你就去餐厅忙吧 这里有我们呢 彭婶 咱们去收拾一下吧 好 走吧 走啦 好 来 快 看看这儿吧 往后这儿就是我们 真风避雨的家了 彭婶 这次从彭家小馆带回来的餐具 可能都用不上了 因为跟咱们的主题餐厅 风格不统一 所以就不用了吧 哎呦 我觉得那些都挺好的 你要是不用的话 你不还是得买新的吗 买新的还得花钱 那多浪费呢 彭婶 这你就不懂了 咱们这个香草餐厅走的风格啊 是乡村田园风 不是那几块钱的热炒小菜 所以这些餐具一定都换 你的意思就是 想我土呗 那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说您土 因为做主题餐厅 内卖风格要统一才行 汪姐的意思啊 就是所有这环境啊 还有餐具啊 多多匹配的事 那 反正你们有经验 那就听你们的 好 另外 咱们装修色调怎么定啊 这个 定绿色的 我最喜欢绿色的了 这回你们不该 又说我土了吧 绿色好 首先啊 它环保 二一个呢 和咱们香草餐厅主题吻合 就绿色了 香草餐厅 香草是黄色 彭神又喜欢绿色 不如做黄绿色吧 好好好 来 来 来 师傅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 楼上呢 师傅谢谢你们了啊 你们费心了 注意安全 来 这俩宝贝你们带她瞎抹什么呢 小智 你看你弄的什么呀 难看死了 黄沈 别这么说的 我觉得他们俩画得都挺可爱的 尤其是小智 挺有画画的天赋的 真的吗 对呀 那 光晴阿姨呢 答应你 只要你画得好 后面那一面墙 都可以挂上你的画 好 我也呀 我也呀 那就要看你们两个 谁画得好了 我就是谁画得好 谢谢 你真觉得小智有绘画天分吗 我感觉她就是胡乱涂鸦呀 小孩子的教育 一定要适当地鼓励 才会能激发天赋 哦 这样啊 好好画 好好画 加油哦 好 画得真好看 你们好好画吧 好 你好 主题三天 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 一会儿我把照片发给你 好的 我们公司在国内有新的项目 所以过不了多久 我可能就回国了 你确定要跟她见面吗 我已经做坏了最坏的打算 很早就好了 林总 你能介绍一下造型DIYAPP的营销情况吗 好啊 正从我们公司推出这个APP软件之后呢 确实在市场上反应非常强烈 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盈利阶段 我们准备趁热打铁 准备马上会推出造型DIY的 这个软件的加强板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请问颖总造型DIYAPP的设计师是谁 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好 其实很多 立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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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软件的设计者 叫曾立方 你跟大家说两个意思 好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还是让颖总代表吧 我先上班了 不好意思 好好好 搞设计的都这样 其实这个设计者 我觉得就像一个母亲人一样 生了自己的孩子这个 这么多的产品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对不对 曾立方先生 来 接下来我给大家 一起讲这个 太好了 没啥话吧 这个销售的情况 让你吓一跳 这简直不敢相信啊 没想到一个智能手机程序 既然能卖那么好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 下彩元素已经超过五万人次了 那当然了 你想啊 一台电视一台冰箱 才卖多少钱 有时候它的价格 都赶不上一台智能手机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也许啊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商机 你才看出来 这两天抓紧时间 去把这个专利申请下来 如果让别人接走先登 那我们一切都白忙活了 我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办了 我再去抓紧落实一下 一定要抓紧时间 立方我跟你讲啊 如果咱把这个软件 弄好了之后 那将来 咱就不用研发其他的了 就单靠这个造型DIY 咱就能够坐享其成 你啊 就坐在家里等着数钱 一起数啊 梦姐 现在这么看小智乱画仪器 反而和咱们餐厅 风格挺搭的 小孩子天真无暇 才能画出这么单纯可爱的画 换床是我们两个 肯定是不行的 那倒是 等装修好了 我们的香草餐厅 就正式营业了 过两天 李老板给我们介绍的 西餐的厨师就来了 到时候咱们也学两手吧 好啊 平常都见到李先生了 今天怎么没见到他呀 彭婶 今天你见到李老板了吗 没有 一早我也找他 没找到 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平时吧 你什么时候找 什么时候人在 可能有事忙去了 嗯 可能吧 开门 舅舅 我都有好几年没见到你呢 看起来还可以 我还行 舅舅你还好吗 好啊 好啊 哎呀 你都出去好几年了 该回来看看 我们国内现在变化很大呢 是啊 终于回来了 我也听说了国内变化很大 嗯 舅舅不好意思 接个点费 喂 喂 开门 下飞机了吧 我给你进了皇家饭店的总统堂房 他们会在街机口等你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住就有家 我担心你特别习惯 再说你是公司代表 我当然要考虑周全了 对了 你的办公室我也安排好了 只要你去签个字 就可以进去办公了 没关系 办公室我会根据需要在地 有什么需要我会打电话给你 不需要你操心 好吧 那你就看着办吧 等我有空飞过去看你哦 好啊 你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 好 再见 拜拜 刚下飞机就追过来了 应该是女朋友 哪里 是老板的女儿 一个比女朋友还麻烦的女儿 走吧 行 那你把护照号发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你等一下 喂 你好 是我 你谁啊 我声你都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 赶紧说我忙着呢 我依菲你别挂 白依菲 你干吗呀 放电话号码了 在哪儿呢 小点声 小点声 那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我问你啊 最近公司有没有找我 你不是带团去澳洲的吗 公司找你干吗 你等一下 我跟客户订机票呢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那个 我有个重要事问你 就是 最近公司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警察也没有去过 什么警察 那就好 那个 我还会再打给你的啊 没什么事别找我啊 有毛病吧 对不起啊 又跑一刻铺 哎 怎么听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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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建平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你怎么回事啊 通话了在通话中 嗯 我再打电话 什么事 你赶紧到公司来吧 公司出大事了 好 人呢 森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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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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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没想到吧 真是没想到 谢谢 谢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 谢谢 先别着急 还有一个大惊喜呢 还有一个 客人 庆祝造型 DIY下载销售 100万 instead 太好了 今天晚上 隔壁境界电视制 24小时不见不散 好 好 来来来 开始 请问谁是李建平前程 我是 我是美国CMD公司的法律代表 我代表公司 正式对你们公司提出侵权诉讼 我 我 我 终于可以喝到舅舅泡的茶了 自从你舅妈走了以后 我还从来没泡过茶呢 舅舅 舅妈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您总不可能 一直沉浸在痛苦当中吧 如果遇到合适的 就再找一个嘛 哪有那么容易的 你 不说我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到现在还淡着呢 我 我的情况不一样 你是知道的 凯伯啊 舅舅年纪大了 能活多少时间还是个未知数 可是你不同啊 你还年轻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一定要好好考虑 你终身大事啊 我知道 我真为你可惜啊 你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我一点都不为当年做的事情后悔 一个人寂寞 总比两个人痛苦好 谁又会知道 我的生命当中会有今天呢 来来来 汪姐 累了一天了 先歇一会儿吧 这几天弄得我跟做梦似的 是啊 这短短几天搬了家不说 咱们还真实现了咱们的愿望 这得感谢那个李先生 回头得好好谢谢他 对了 汪姐 自从豆豆会说话了以后 经常提起他爸爸 我知道 可是我不想让他们见面 那你不怕他恨你啊 我觉得豆豆长大以后 应该会明白的 那万一遇到更好的男朋友呢 说什么呢你 我现在 只想踏踏实实地跟豆豆过日子 等这里安顿好了 我就会去找我的亲生孩子 爱情这东西 不会再憧憬了 说得也是 看身边不少人分分合合 想想结不结婚也就那么回事 没什么可憧憬的 再说了 谁能命那么好啊 遇到一个 特别优秀的男人 互相恩爱 白头偕老 做梦呢 年纪轻轻的 干嘛那么老气横秋的呀 说不定 你会在这里 遇到你想嫁的那个人呢 那我囤积啊 我眼睛得真大一点 你眼睛已经很大了 两个位见来见了 谁打来的呀 谁打来的呀 尹建平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有事应该会再打来吧 我看不见了 想到它们会引用 核心里面的一个元件 我没有查证专利的问题 设计了侵权 我真该死 你们如果不想打官司 就要赔偿我男生上的 一切损失 搭配多少钱啊 我们调查过了 你们这个APP买得很好 获利就大 所以初步 估计至少要赔偿两千万 两千万 而且是美金 没有 我就告诉你吧 那个女还是比黑嘛 肯定能帮你赚大钱的 安迪啊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啊 最近还有什么样的星星 我没看过 你不要跟我提米可啊 你再提她我给你翻脸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老公回来了 好 赶紧来 拜拜 老公 我帮你准备了水果 你吃错什么药 来 来 来 鸡蛋 你爸吃肉 鸡蛋好了 嗯 吃吧 对了 贝贝啊 我还忘了呢 你爸妈前两天来电话 他们让我啊 帮他问问你 你和依菲的婚事 到底什么时候定下来呀 着什么急啊 拜拜 我看你爸你妈 对依菲的印象不错 倩平结婚的时候 出了那么多事 多亏了依菲照顾他们 我也觉得这孩子不错 脑筋也挺灵活的 将来你能处境 拜拜 你可得抓紧啊 沈儿 叔 你们是不是嫌我住在这儿 给你们添麻烦啊 着急赶我走啊 你给这孩子 这孩子 说什么呢你 我呀 爸爸有你这样的姑娘 陪着我 要不是你爸妈着急呀 你最好不要嫁人 陪沈啊过一辈子 那我就不嫁人了 陪你一辈子 你嘴上说得好听 看你们俩呀好着呢 再说了 你要是真成了老姑娘 你爸妈还不得怨死我呀 就是 我现在还年轻着呢 小张 喂 今天什么情况 公司的人都成雅了吧 你还不知道 伊菲盖的澳洲团 在国外出事了 有两个女的托团 那伊菲人呢 不知道 应该是把其他团员 都带回来了 可是到现在 都没有跟公司联系 那个 我有个重要事问你 就是 最近公司有没有 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警察也没有去过 喂 你好 拜拜 张总 您过来一下 好的 张总 我问你 你知道白云菲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啊 她没跟你联系啊 没有 你说她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的 我每次都叮嘱她 团去团回 一个都不能少 她可倒好 一下给我跑了两个 这要是外边传出去了 我们天天旅行社 还不得关门啊 那我打电话给她 你别打了她 关机 您也别太着急了 或许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 还不严重啊 现在有关部门 已经进入调查了 如果是有人蓄谋已久 存心想逃跑 那肯定是谁遇见谁倒霉 也不能怪白云菲啊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 我跟你说最倒霉的不是她 是我 不是这个云菲 好了 你告诉她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事情真闹大了 搞不好她会坐牢 什么 怎么会坐牢啊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是这种结果 不过她应该尽快回公司 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她人在哪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一天假 去你们经常去的地方找一找 找到她以后 务必让她尽快回公司 跟她说我不怪她 年轻人嘛 犯点错误难免的 但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 耽误了前途吧 谢谢你啊 张总 我马上去找她 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你快走啊 你别推我 你别推我 狐狸姐就要来了 你别害我丢了饭碗 你丢了饭碗 我饭碗已经被你都丢了 你让我怎么算 我哪知道他们会拖团呢 他们跟我说 要去澳洲见网友 我要知道他们诚心想跑 我干嘛介绍给你啊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你现在就负责给我 找着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跟他们也不熟 不熟 不熟 不熟你介绍给我 你知道我出去带团 要冲得多大风险吗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有吗 对不起 大饭吃吗 这样 你联系不上 所有人都联系他们吧 他们是 给我推销化妆品的时候 认识的 那天K哥的时候 才第二次见面 我的天 你第二次见面 你不存心害我吗你 我不管 赶紧给我把他们给我找 我存心害你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好心好意跟你介绍客户 你自己不小心把人弄丢了 你现在反过头来怪我 我凭什么四责呀 难不成我给人做梅 还想包生儿子 有这样的道理吗 你还真真有词了是不是 告诉你啊 我现在公司去不了 家也回不去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别走 我回去 走 她来干什么 她来 给我推销那个香港旅行团 我说我一没时间 二没钱去不了 她所以就赖在我们店里 不想听这些话了 你不知道这店当什么地方啊 一会儿没事不准让她来 是 人呢 她最知道那些事 我arte事 女朋友 是 真是 最恐怖可是 她当初是 又不是 她们不想知道 你是不是 你怎么想要 估计 你还不想到 你怎么想到 你为什么 早上 發生這樣的事情 員工心裡一定受影響 萬一被媒體一套話 後果 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的法律顧問 前面也是這麼說的 他說這件事情 要是鬧上法院的話 對我們公司會很不利 最好是能夠私下彈劾 這筆賠償金啊 不是我們所能承受得起的 趕緊回家住民宿場 來 終於到我們了 來 來 把好碰巧 來 打一個 怎麼開心呀 媽媽看看你們怎麼開心 到底是生日的時候還是 凱文兒啊 你都回來這麼長時間了 怎麼還不跟她見面啊 我還沒準備好 再說吧 不就是見個面嗎 還準備什麼呀 我不告而別 王晴一定不會原諒我 我現在突然出現在她面前 我沒想好 第一句話應該說些什麼 你就跟她說 你一直在愛著她 我哪有這個膽子 除了你借給我一個 除了你借給我一個 水 謝謝 剛才你的照片 再看一下 嗯 這不是李先生嗎 旁邊這個男的真夠高的呀 應該是個高富帥吧 嗯 這高度是有了 穿的也不錯 這帥不帥就不知道了 咱這照片留著嗎 留著 回頭叫李先生介紹你們認識 說不定你們會有下文呢 好嘞 瞧把你樂的 唉 汪姐你在幹什麼呀 稿子呀 老同說免費給我們登板面 唉 真是沒北在她那兒幹一場 唉 我怎麼覺得她總是期待你回去上班啊 再說吧 明天先把稿子和照片發給她 嗯 艾米 跟老闆說一下 開發區那邊我已經去看過了 交通呢還算是便利 但是 水源就不好說了 讓我來檢查一下再說 那你再找找看看吧 我爹爹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要著急建廠 一定要選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水質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做健康食品的 水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知道了 好 那沒事我先下線了 唉等一下 還有什麼事 你回去還習慣嗎 還行啊 還行啊 那你注意身體擠得吃藥哦 我會的 謝謝 沒有 給你訂了五星級酒店 你有不住 一定要住到農場 等等 我真的很擔心你的身體 能不能受得了那樣的環境啊 哦 農場的環境比較好 空氣比城裡新鮮 我真的很搞不懂你 還有別的事嗎 我還有會要開 那我就先下線了 拜拜 再見 再見 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 住在這兒的白衣菲在家嗎 白衣菲 那個導遊啊 搭帶團初見還沒回來呢 那我知道了謝謝啊 沒事 您好 您好 請問你們這裡住著一個叫 白衣菲的導遊嗎 哦 白衣菲啊 她帶團初見還沒回來呢 出什麼事了 咱們大夥都在找她啊 還有別的什麼人找她 哦 剛剛有個女的來找她 這白衣菲到底出什麼事了 哦 沒事 就是惹她了解一下情況 如果她回來 麻煩你打這個電話給我 好 好 謝謝啊 再見 你趕快把這件費刷錢給好 明天還有五十斤要送來呢 嗯 吳姐 這段生意做完了 應該掙了不少錢吧 幹嘛 你想加薪啊 好不好嘛 請去做事 嗯 我來接啊 哎 我來接我來接 喂你好 立根兒是我 我來接我來接 喂 我真不知道她還有什麼朋友 讓我上哪兒找她去啊 我 我就不應該回來 我終於真被你害慘了 我告訴你 這樣 這是我的新電話 你有什麼消息馬上打給我 知道了 這聲音怎麼這麼像白衣菲啊 你跟白衣菲有什麼暧昧關係啊 講話怕人家知道啊 難怪 那天在我婚禮上 你看她的表情怪怪的 這你都看出來了 這你都看出來了 廢話 我是誰啊 是白衣菲和女朋友的耶 有女朋友又怎麼了 她可從來沒跟我說過 她有女朋友的事 那就證明我還有機會 再說了 只要我不放棄 是 你怎麼知道 她白衣菲 就一定屬於別人呢 也是 有志者是進程 不過 先把婚紗整理好 好 怎麼了 汪姐 我剛才在微博上 看到一條關於 補達公司的消息 他們因為侵權 被控告要求巨額賠償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啊 你要不要打個電話問問 算了 我現在問這些 還幹什麼呢 就算是知道了 也幫不上什麼忙啊 你們兩個記得要乖乖的啊 知道了 老師好 老師好 早 老師好 阿姨再見 再見 再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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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柔軟的笑手 轻轻牵着我 骨肉连着心 胜过千言和万语 爱着你的我 经不起和你分别 那思念的痛 纠缠着蔓延 照片里你的脸 映着我的泪 牵动我的心 让我如何入睡 怀中还流着 你输水过的温热 你哭着叫我 泪落在风前 我会一直追寻 向你不断靠近 哪怕风雨憔悴 我也不会片刻放弃 我会一直找寻 直到有你的小心 给你我全部的爱 只求你回来 我会一直追寻 我会一直追寻 向你不断靠近 哪怕风雨憔悦 哪怕风雨憔悴 我也不会片刻放弃 我会一直找寻 直到有你的小心 给你我全部的爱 给你我全部的爱 只求你回来 我会一直追寻 我会一直追寻 我会一直追寻